2012游戏开发者大会台北峰会26日首度在台湾举办 吸引国内游戏业者踊跃参加 并规划了线上游戏、行动游戏、社群游戏 以及游戏机游戏等四大主题 超过8个国家590多名的专业人士参与讨论 排队换阵来自不同国家的联口 齐聚台北 号称全球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游戏开发者大会 是城市开发、美术设计、游戏制作人、游戏设计师 与游戏研发相关专业人士 必参与的国际盛会 今年首度遗失台湾举办 我认为我们有很高级级级级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有趣的专业 一个有兴奋的专业 去年台湾世卫内容产值超过新台币6000亿元 较2010年成长约14.89% 其中以世卫游戏产业呈现高度竞争态势 产值约新台币436.2亿元 较2010年成长3.36% 由于APP的崛起、iPad、iPhone等行动装置市场扩大 行动游戏软体营收逐年成长 成为游戏业者抢工的新版图 产业在研发方面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峰会 能够在研发方面贡献更多我们的心力 我们在游戏产业方面的发展能够更快速 今年GDC规划线上游戏、行动游戏、社群游戏 与游戏机游戏等四大主题 超过8个国家、590多名的专业人士 透过两天25场的台北峰会与会贵宾共同激荡 对游戏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新唐亚太电视副东李金金台湾台北报道